那这几天呢 Stable Diffusion的Comfy UI加上Anime Diff 是非常的火爆 因为基本上就是几个提示词稍微改一改 你也能生成这样子的动画 我要跟你讲一遍的话呢 你大概三分钟就能听明白 五分钟就能自己做出来 而且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 很多人都说期待教程 当然要非常需要万分感谢 赶紧学起来 然后还问我说 这个玩这个SD是不是一定要高配置 真的不需要高配置 五毛钱就够了 五毛钱一小时啊 首先在本期笔记里面呢 找到这一个链接 点它一下 来到Run Diffusion的网站 Run Diffusion为什么我喜欢用它呢 因为它们是完全跟进现在的时代的发展 几乎是出一个什么新的 它们就会立刻上新 把所有你需要安装的东西都帮你安装好 所以已经免去了安装这一环 也就是最难搞的这一环 我们只是选中正确的Web UI 进去做图就可以了 那首先呢 它这个里面有Automatic 1111 打比方Sable Diffusion是个农场好了 那它有很多个入口 Automatic 1111就是我们经常进的那个大门 那Comfy UI呢 它是给你做了另外的一个界面 就是说它的这个门的样子不太一样 但它也是一个进入Stable Diffusion的方法 首先我之前选中了Comfy UI 点它一下 然后呢 在Software Version这个地方 要点Change 选中Frontier Release 点中这一个 它才会帮你自动安装好所有的Nodes 那我现在用的是五毛钱一个小时 但是如果你要用到Video to Video 也就是视频转视频的话 我建议大家是要用到九毛九的这个Medium的 因为它这个做图的时间会很长 你可能有时候就等不及 我一般都是先选两个小时 点Launch Comfy UI一进来呢 你就看到很多的框框 这些你都不用管它 首先你先把它点一下Clear 然后点OK 就是把所有的Workflow给清理掉 那Comfy UI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如果这一幅图 它是由Comfy UI生成的话呢 你直接Drag and Drop 也就是把这幅图直接丢到Comfy UI里面 它就把整个的Workflow 工作流 都给你呈现出来 你把它点一下之后 右击保存 保存完之后呢 你回到Comfy UI里面 首先你先清理一下 清完之后你Load 把这幅Spiderman的图呢 给上传上去 你们看到 这边有个小小的滚动鼠标的滑轮呢 就能把它放大 你就看到它整个的Workflow 全都在里面了 那打比方啊 以前的Automatic 11-11呢 这个就像是 你要进农场 你要自己去摘不同的水果 然后放到你自己的包里面 才能带回家开吃 但是Comfy UI就等于说 它把所有的水果都给你包好 做了一个大礼包 你拿着这个大礼包 放到这个系统里面 就可以开吃了 那首先我们先清空它 然后Load一个 我们能用Text to Video的大礼包 就是视频大礼包 它其实是一个点J3文档 然后上传之后呢 你看它就整个的流程 都已经给你弄好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试 Cue Prompt 但是呢 一般来讲 你第一次都会遇到 这样子的红红的东西 你不用怕 只要是红的东西呢 它都会给你圈出来 那就知道说 哦这个地方我需要改动一下 那我就大概看了一下 应该是我要把这个Checkpoint给改一改 那我先用RunDiffusion自己的 就是VER 然后RunDiffusion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再Cue Prompt 它还是有错 但是你看这个Node 它就已经没有那个红的框框了 也就是说错误在另外一个Node上面 那在这个地方我就要改一下了 那我就改成Blessed吧 然后这个时候我再Cue Prompt 好像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首先你看它这边变绿了哈 然后呢 它各种的连线 你就要找一下它的Prompt到底在哪里 其实我们的这个Prompt就在这边 就是Masterpiece Best Quality 1.2 Close Up A Girl on a Snowy Winter Day 那出来的话应该是一个大头罩 是一个女生在冬天 她的大小呢也是在这边哈 它的Width和Height 也就是它的宽跟高都是768 就是这边768乘768 所以如果你要做这种竖品的话 那我一般来说是512乘768 可以用滑轮放大缩小的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 其实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那我们能够看到说 它的这个K Sampler呢 它正在处理这些不同的图 里面有Step 也就是画每一幅图 需要用多少个步数 越高的话 这个画的质量就越高 但是我们不需要那么高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第一次做测试嘛 如果你喜欢某一个东西 你想要把它变成高清的时候 你再把这个Step往上加 然后CFG呢 也就是看我之前的视频 或者是看我的课程里面都有讲的 那比如说Sampler的名字 我们这边也可以改 像EulerA 以前我特别喜欢用的就是 DPM++ 3M SDE等等 其实这些都在这边 没过多久呢 它就出来了 它整个的移动非常的滑顺 那我这个时候就把它保存下来 它是一个点GIF文档 但是你看它的整个流程是非常的Smooth的 很顺滑 那比如说我们要改变一下这个Prompt 就像这个会飞的蝴蝶 在我的X这边呢 其实已经把这个Prompt都已经写下来了 Twitter那边 我的名字叫99AiCode 回到这个地方 把提示词改一下 然后再点QPrompt 就点一下 你就可以去干别的其他事情了 然后你看很快它就来到绿色这个地方 那是能够看到它的进度的 从左边到右边等它完成一整条都是绿色的时候呢 那在旁边这边就会出来一个动图 这个不好意思移动了 Comfy UI是每一个东西都可以移动的 好了 它已经出来了 我觉得效果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啊 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 比如说哈 我把Checkpoint给改一下 就是模型 我刚才用的是Run Diffusion自带的模型嘛 我比较喜欢用的是麦菊的Magic Mix 它的这三个任何一个都出的效果非常好 那还有就是 比如说我想要出涂的速度更快一点 我可以把它的宽给弄窄了 就比如说我是512的宽度 然后记得一定要点OK 然后它的长呢就是768 我还可以改什么呢 我们的Frame Rate 也就是每秒多少个frame 每秒多少帧 我可以稍微加大一点 比如说12帧 OK 这时候再Q Prompt 这次出来呢又不太一样了 感觉这个人物的效果就更好了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改哈 VAE呢也可以改 那我就改成VAE Original的这个 然后重新再点一次Q Prompt 能看到这个Q Size是 以很小一个就证明它正在工作 如果你还没有看到 这个K Sampler出来绿色的框框呢 那就证明某一个步骤有问题 你就要开始在里面找到底是哪个框框出了问题 然后去把它修复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美 而且它的整个动作非常的流畅 那我这个用的Sampler呢是DDIM 那DDIM出来的好像是真的不错哈 那我把CFG是调到了8.0的 其实这个已经是最简单最简单 用AnimeDiv的一个流程了 其实还有很多的Workflow可以玩 那这个Workflow在哪里下载呢 我也是放在了本期笔记里面 就是这一个哈 你右击下载Download 然后把它保存在你的电脑上面就有了 那这个呢就是我测试不同的提示词哈 就是还是稍微要有一点点小心 就是虽然我们的副提示词 已经是把这个光屁屁的 是尽量不会出现了 但是测试的时候还是稍微小心谨慎 那我这几天测试的三个Workflow 我都已经把它摆在本期笔记里面了 这是第一个 这是Text to Video 这个呢是OpenPost的Workflow 你上传三张图片 就把那个姿势给定住三张 它就从第一张到第二张到第三张 它就是有定点的Workflow 是在这里邮寄下载哈 那其实我在Twitter里面呢 已经出过教程了 所以大家点击看一下 基本上就知道了 我在这期视频就不多说了 99AI课程里面呢 我会具体讲一下怎么做的 还有第三个Video to Video的 这个最好玩的Workflow 因为这个时间稍微有点长 我就不在这个视频里面讲了 我先放在99AI课程里面哈 所以就还是卖个关子 我会录一期学员视频 专门讲这个Video to Video 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那这期视频呢 其实主要就是给大家讲个原理 就是你打开Confi UI之后呢 你只需要把这个Workflow 把它丢到这个Confi UI的系统里面呢 它就出来很多的框框 这些框框的每一个参数 你都可以调整 调整出来之后 Q Prompt 所以大家可以去试着玩一下 真的很好玩 你可以换不同的提示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